做過的練習,其實程式基本上都會放在模組裡面 那如果自己寫的話呢,應該我第一次好像是自己寫 所以會插入一個module 1 然後呢,我們其實你會發現,像這個住宅切到下載 這邊就這個嘛,有沒有 我們是第一次上課做的,就是把資料下載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插入欄、刪除欄 就是在底下,這兩段 那這個因為是錄製的,所以它會自動幫我加一個module 2 所以那個什麼,樞紐分析表 樞紐表、樞紐圖,它會在第二個module 所以如果你要打開的話 就直接在這個Visual Basic裡面模組就可以找得到 當然你不見得一定是要把它分開成兩個 你說老師,我想要把它放在同一個module 當然可以啊,你也可以把module 2的東西 剪下來放在module 1裡面 也可以變,module 2刪掉也可以啦 只是說你要看怎麼把它分類會比較清楚 那我就不動好了 反正這樣我就知道,module 1是我自己寫的 module 2是錄製的,你這樣也ok啊 那所以如果假設,我們剛剛做的那個動作 就是這個區有沒有 那我也希望怎麼讓它自動化 因為之前我們那個年有沒有,做完之後把它自動化 那我現在區的部分我也想要讓它自動化 所以理論上我應該也會有個刪除欄 刪除欄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我乾脆我的習慣是在後面加個底線叫做 底線區好了 所以我們先從那個刪除欄 底線區開始好了 所以我把它寫在哪裡比較好 寫在module 1裡面好了 然後這邊有個刪除欄 所以其實 應該聰明的話 應該就是直接怎麼樣 有沒有,直接拿來複製貼來改行比較快 有沒有 那你要自己打ok啦 只是說我是習慣直接複製 然後把它貼在它的下方 但是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我這邊的話,加一個底線區 底線區 ok有沒有 那再來的話,其實邏輯都一樣 所以你如果懂得上之前的那個邏輯 這個邏輯應該就可以了 有沒有 所以呢,只要把什麼 儲存格有沒有 本來是d1改成什麼 改成g1有沒有 我是放在g1吧 然後如果等於什麼 等於區的話 那這樣的話,我就把它 如果這個條件為tru的時候 才去做刪除動作 如果不是tru的話呢 就是它不是區 不是區就不能刪 這樣的話,其實就防呆了 那就把g欄給刪掉 所以特別注意哦 這個地方你就把它改成 g冒號區 不過我跟各位講 其實你不用寫g冒號區 你改寫個g就好了啦 因為這樣子比較 我覺得比較精簡嘛 ok 錄字的話 它會幫你寫成g冒號區 不過我覺得寫這樣應該比較簡單 甚至的話 如果你要寫數字也可以 數字的話是第幾欄 g的話 你數字的話應該算下來 應該是第7吧有沒有 所以你這邊可以輸入7其實也可以啦 意思是第7欄delete 不過哪一個比較好理解 你就用哪一個 因為如果你用7的話 我覺得其實比較不好 我個人是覺得不好理解 為什麼 因為你將來還要算7的話是第幾欄 因為習慣那個 Excel上面都是英文的欄位名稱 可是你突然打個7有沒有 你還要算abcd 如果那個後面藍數很很大的時候 哇 那你就算很久 所以乾脆我的習慣 一律藍的話 都用文字 那如果列的話比較沒有 列的話一定是數字 所以這樣的話 ok的寫完試試看 如果是區的話 那就把它刪掉 不過我不建議你現在執行 為什麼 因為執行的話 這邊的公式 你可能又要自己再把它變出來 所以我們等一下先不要run 因為你一run 它區就被刪掉了 那我們等一下會用到這個公式 就變成說你還要再想辦法把它產生 所以接下來 這個藍應該ok的 再來的話 插入藍 有沒有 插入藍的話 我們之前是寫這樣子 插入藍 是年 那如果要改成區 就是區加進來的話 那一樣我把它複製貼到下面 好了 那一樣加一個底線 底線區好了 ok這樣的話可以區隔一下 表示說呢 這個是for區的 剛剛那個是for年的 ok 然後 記得啦 上個名稱不能重複 因為重複它會出錯 ok 那一樣 如果什麼呢 區1裡面的不等於區的話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呢 我 特別注意 這個插入的動作 我是覺得這個地方應該不用 因為其實如果假設你把它刪掉的話 有沒有 不用啦 因為它本身就是在這邊的 所以你不用再插入 如果假設你插入 按右鍵插入的話 反而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它插入它會 可以去用F欄的寬度產生 所以它欄寬變成你還要再調回來 反而麻煩 算了 我們先不要插入 所以我 我用原來的 原來的話呢 那我就不用insert 所以 它原來的insert這個可以刪掉 不要插入 好那我直接放好了 所以這邊是 就是把那個G1裡面輸入什麼 輸入區這個字 然後把公式怎麼樣 公式把它填上去 所以我剛剛講 你不要刪掉 為什麼你刪掉 它等於剛剛公式不見 你沒辦法複製 所以 因為我剛剛我是用那個什麼 用delete的 所以我可以ctrl-z 但是如果你是VBA執行的話 VBA沒辦法復原 沒辦法ctrl-z 這個是可以復原的 那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複製之後取消 然後再切過來VBA 把它貼上 貼到這邊公式就ok了 然後呢 放個位置呢 記得把原來的D改成G G2 然後底下的話 向下追蹤就不用動 那這邊一樣改成G 然後呢 它的底下的那個 後面這邊其實 反正你看到D都把它改成G就對了 好 理論上應該這樣ok了 我們把這個做完了哦 那我把它run一下 目前的話呢 我已經把區的部分做完了 好 然後我先刪除看看 有沒有 3ok 那我要加不ok 加油ok 所以哦 理論上這樣子執行 沒有問題耶 ok 但最後啦 如果在那個VBA裡面執行 我覺得還是沒有按按鈕方便 所以最後的話你乾脆怎麼樣 把這兩個按鈕哦 拿來改好了 所以我按Ctrl鍵再點這兩個 然後把它複製 拿這兩個哦 直接放這邊好了 然後按右鍵哦 去指定 它是那個 插入 我看上面是 上面是插入欄 所以我就指定它是 插入欄底線區 然後把名稱複製一下 Ctrl C 把這個也改一下 那這個的話是刪除 但是呢 重新再指定一下 它是刪除欄底線區 所以又增加兩個按鈕 這樣做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 有一個功能就是 按下刪除欄 它就可以刪除 按下插入欄 按下插入欄 按下插入欄區 區就出現了 它有沒有防呆 我試試看哦 按下它 防呆了有沒有 它不會work 那這個刪除 那一下也防呆了 所以這樣的話 就滿方便的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哦 等於是再增加 兩個按鈕 OK 那這兩段程式啦 其實就是從上面這兩個 把它複製過來的 所以這兩段的話呢 其實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你們可以從 這個地方可以找得到 我應該是放在 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個程式的話應該在這邊吧 底下這裡 有沒有這兩段 在雲端白板第一個單元的 第13頁的地方 13頁的地方 那當然你可以直接 如果啦 你沒有存到檔 你可以拿那個 雲端白板 第13頁的地方 來練習 畫面先還給各位 然後 讓你進來 一顆 三個 四個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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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 三個 三個 四個